炒好计时 就是说建议各位朋友 吃多少做多少 做多少我们就吃完多少 千万不要吃过夜的食物 因为我们蔬菜 在它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 它体内就含有酵酸盐 经过酶的还原作用 就是我们空气当中的灰尘 和我们的氧化作用 它可以给它还原成亚硝酸盐 当亚硝酸盐遇到氨类物质的时候 它会形成亚硝氨 亚硝氨 它会对我们人体有危害 它是一大致癌物质 它会让我们人容易得食管癌 胃癌和直肠癌 所以建议各位朋友 我们是不是尽量少吃过夜的食物 那我们能吃多少就做多少 不要嫌麻烦 既然做了就给它光盘行动吃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